反共理儀董建華日前稱反共者不能出集選特首資料圖片 小平 早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 一國兩制有一國兩制的規矩按法治社會 規矩就是基本法 但人治國家 規矩就是人說了算 今天一個規矩 明天一個規矩 無法無天罪新選特首的規矩 是董建華說的不要反共反共出不到 集 但這個規矩在基本法中是不存在的而且出不出到集 不是由一千二百個提名委員決定的嗎? 董白揭穿了 提名委員會也是中共黨的橡皮圖張反共有言論上反 有行動上反 還有武裝暴力去反香港人的反指示言論反 而以鄧小平在1984年10月3日講香港回歸問題是說 可以罵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是罵不倒的因此言論反共 除了不為基本法外 也不為鄧祖師爺的分事良愛師被問到何謂反共事說 反共並不符合國家憲法中共國的憲法有力明是共產黨領導 但也力明有言論自由言論反共 不適行動 應是憲法保障的權利 當然 在中共國 憲法力明的人民權利也是空的 掌權者說的就是法就是規矩 有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